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这么棒啊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嗨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嗨 嗨 我来看一下姑姑中午要做什么菜 今天我们打算煮个海参吃 天气热海参不会那么腻 哎呦这个昆昆当手抱它 抱不了 快30斤了 我们中午准备煮海参 这个海参现在要来焯一下水 这个已经是洗干净了刷干净了 这个参里面里面它有那个膜要洗干净 然后等一下来煮一下水 表面这个刷一刷就可以 这是泡发好的 这个加水再加多一点 再来两条葱 这个葱一整条放进去就可以 加多一些水 大火煮开 然后让它滚三四分钟就可以 哈喽大家好 是阿民 现在广东这边的天气 我觉得好热 这个厨房小 然后煤气一打开 真的是好热 放在这里就是直慢汗的感觉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炉在主 如果是双炉开起来更加热 我们昨天晚上三楼大厅 一打开空调 那个温度是33度 开了半个小时后还是维持在31度 降不下来太热了 又跑进来了 又跑进来了 玉米虚 玉米虚 这个是婆婆的 可以了海参可以了 关火 等一下再来煮 这里一斤多的生三条 还是蛮多的 这个已经是减小快洗干净了 再来加一点玻璃的水 让它泡一下 等一下直接煮就可以 太热了 这个厨房 加点豆酱 这个放酒叶炒豆酱才好吃 加点水煮一下才转 天气太热了厨房 另一个放冰箱 这个土豆番茄汤 哦 哦哦哦 让我拍它 哦哦 这样煮汤也是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希望吃王子的话 加几个王子进去煮也可以 加点水 今天没加骨头汤 这个汤煮出来是很浓白 加点油 下点葱 酥肉下锅 可以了出锅了 海参很鲜 这个海参的味道跟刺身不一样 很多小朋友都能接受的 赤身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我们今天中午还是煮锅皮 现在这个季节的锅皮比较好吃 很肥肉厚 它是吃虾皮的这种鱼比较好吃 油焖虾 油焖虾 也可以水煮 我们家喜欢油焖比较香 然后这个是薯叶 番薯叶 麻叶 这个季节的青麻叶超级贵 海参 番薯 番薯 瘦肉汤 最近天气一日都不敢用马 用骨头汤 骨头汤比较油腻 加瘦肉比较鲜甜 比较清甜一点 不会那么油腻 这个汤不要浪费 这个海参汤等一下喝了 马上就可以开放了 我们家公公急死人吧 我还没拍好 老师在这里大喊大叫 自己的碟子已经摆好了 我还没有摆好 他就坐在后面 老是在这里躺 一碗汤一碗放给昆昆的 用点薯液给他吃 很多朋友都说昆昆很少吃菜 有时候他有吃的 就是可能没有摆到 我经常都是先给他吃那些肉 然后菜后面吃的 一碗汤 这个汤是不够的 等一下还要继续加 他很会合汤的 先来吃饭 这个弟弟啥都好 就是每次尿尿都不说的 今天不给他穿了 直接帮他把尿了 直接帮就要大吗 帮着拿铁吧 那他就帮你钓哈 他就帮你钓哈 有酒妹妹的招了哈 每次都是提醒他 然后叫他过来 他才肯坐下来尿尿的 好 起来 自己叫我了哈 有尿尿就给他喝 没有尿尿就不给他喝 我帮你脱口了哈 帮你脱口你不吃啊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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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没吃啊 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吗 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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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不尝尿库了 来一间不尝尿库了 长这么大了 都不会说的 真是的 啥都好 就是这一点不好 哇 这个风好大 坐在这里凉快